HELLO 了世紀 天野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很久沒有看到我們熟悉的NBL了 NBL這場對上是BALANCE BALANCE也是我們的頂尖高手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玩黃金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但是相對的他是沒有垃圾兵可以使用的 他的槍兵跟毛兵都是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官方有給他這個大弱馬免費升級的效果 他的大弱馬也是非常坦的 遠防超級高 所以土耳其人後期也可以搭配一些弱馬 驅逐騷擾或是當坦克的作用 土耳其人主軸還是打火器單位 城堡時代打自己的寶兵或是火槍兵 是他的精銳 後期到了地龍時代有這個火炮術 可以讓自己的火炮多加二點的射程 搭配火炮塔做一個推進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組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硬家人 硬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 是非常多的 而且硬家人本身他的文明來說 很多單位都是吃肉的 像老鷹、頭石手、還有槍隊長、戰毛兵 這類的單位都是會吃到肉的 所以後期的硬家人 就是天生後期很適合打消耗戰 那硬家人中期也可以考慮打這個老鷹爆 俗稱的老鷹 開飛飛個一波 對方加以亂爆 這種打法 這是南美洲特有的戰術 那硬家人的後期 比較適合打強奴或是槍隊長老鷹 後期還有植物盾 可以讓老鷹的遠方高達8點左右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是金礦在後方 MBL金礦在後面 果子在右邊 那地圖來說的話 勉強來說是有三片墓區 前面這個會比較危險一點 而且果子在右邊會比較難收一點 但中後期來說會比較好 而且待會城城中心也可以開這個位置 但是比較遺憾是他兩塊附近 都是偏正面 所以地圖來說 但是我可能也只有二三十分 或三四十分而已 那三四十分是因為石頭跟金礦 都有在後方 還有一片墓在後面 算是比較相對來說安全的位置 好 接下來看一下 對方Balance那邊 那土耳其 這邊是黃金在前方 果子在後面 剛好是跟MBL是顛倒的 但好消息是喔 他的兩塊金礦是比較偏後方的 而且石頭也是 所以地形來說是比MBL還好的 但是木頭來說 也一個來說只有兩片 就跟MBL其實蠻像的 那整體來說的話 至少有到五六十分喔 稍微合格 因為還有附近的關係喔 你看他沒有開主金 直接跑到後面去開黃金了 OK 看到硬家人這邊是選擇打了 戰毛兵的開局方式 配上自己的老鷹棒棒做一個前壓 那這邊兩邊都是打一個棒棒開喔 那看到棒棒交換來說 是由MBL拿下勝利的 我原來玩到四倍數喔 那我想說奇怪 怎麼講解完之後 兩邊已經打了一波了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再用兩倍數據去看 好 那目前硬家人這邊是用毛兵去針對對方的毛兵做出反制 那利用自己的老鷹呢 配上棒棒去騷擾村民 但是毛兵數量越來越多 可能會要扛不太住 所以我們這邊要稍微反制一下 會不會拿下一村嗎 哎呀 死了一村 但是棒棒也被打掉了一隻 這時候硬家的兵力沒有繼續往後補 本來是開始往後撤 那Balance這邊是慢慢補下了自己的刺猴 但是要來追擊一下老鷹跟毛兵的部分 但是MBL這時候轉出了工兵 開始在囤一些工兵單位了 那這時候工兵出去喔 很容易打不贏對方的這個毛兵 所以現在按這個工兵喔 是為了要帶回銜接城堡時代喔 轉為奴兵的一個打法 因為他現在在存黃金喔 還有肉類喔 所以不能再去按毛兵喔 OK 哇 這邊支援用的非常極限 這邊MBL強勁是打得很漂亮喔 好 戴兔西爾這邊開始直接逐城戰法 開始把自己家裡圍起來 左邊這邊也開始稍微圍一下 MBL金礦在後方 現在被騷擾到了 但還行 已經升到城堡了 那待會這邊可能要轉一些老鷹喔 或者是轉出更多的奴兵喔 去做反制喔 這邊稍微要夾一下 工兵要繼續按喔 會比較好 如果是要奴兵解的話喔 這邊工兵一定要繼續補 但是現在被斷禁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補下自己的奴兵 這邊暗在暗老鷹欸 為什麼在暗老鷹 啊 補靈甲 哈哈 補老鷹想要去解毛兵 然後工兵想要來解刺猴 的一個搭配組合 這時候升到城堡十代的硬家人 這時候土耳其人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叫土耳其時間 爭取一下城堡十代 升級好 這時候MBL在後面補下了移動城鎮中心 這裡確實很適合開移動城鎮中心 補一下經濟 看到開城鎮中心的硬家人 那個土耳其人 這邊也沒有很著急的 一直要騷擾 想要站住這個高地 哇 這個高地直接踩不住 選擇了放棄 大量的毛病直接被弄爆 那MBL這邊工兵保存數量還是很厲害喔 七隻工兵也沒有被換掉 這邊應該就這樣子 好 MBL這裡補下了一級挖金 那土耳其人這時候也升到城堡十代 但好消息是家裡已經微號了 所以暫時不用太擔心對方的侵擾 那由於本身硬家人是沒有 騎乘單位的關係喔 所以土耳其人也不會出到駱駝 遇到對方這樣子老鷹的情況 可能就直接出個輕騎兵去擋老鷹應該就差不多了 而且也不用黃金 可以直接去買一棟城堡 出火槍兵出來 也是一個不錯的銜子 而且他抵抗箭矢的效果非常好 2加1 剪下二防招遠防武 奴兵升級完是七攻 他將奴兵射弱馬只有兩滴血 所以這個土耳其人弱馬戰術喔 其實很適合拿來使用對方攻兵開局這個打法 目前看到兩邊都是屬於一個偏容的狀態 MBL在左邊開下了自己的實況場 但是沒有開出3TC 反正是出了些人再補下了3TC 然後左邊還開下了一個石頭 準備要來挖石頭出槍兵了 這邊用大洛馬去騷擾 卻是給MBL極大的壓力 讓他沒有辦法安心的出門 這裡硬家其實就可以考慮要不要按槍兵在家裡防守 然後用自己的弓兵去針對一下土耳其人會比較好 這邊戳掉一隻青旗兵 哇這邊黃金是不是挖太多了 700多金 今天既有點失調 而且他沒有視界的關係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補正自己所需要的資源 例如這個肉或木頭 還有開出第三個城鎮中心 哇這邊直接被收掉了一村 槍兵努力在擋 但是擋不太住 兩個村被點掉 土耳其人大洛馬戰術打得非常成功 好這時候MBL都補下了輪軸技術 上方再補一棟城堡 開下實況區 但村民要被收掉一村 兩村 MBL這邊村民出損失了五村了 好還是依舊還是被鴨子打的情況 待會這邊的村民可能要多挖一下石頭 然後待會要把全寶補在中間這個位置 或是在左邊這個位置 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他現在要擔心的事情 是沒有木區這件事 他左邊的木區已經快要挖乾了 上方這個木區也不安全 只剩這片安全的木區 他可能要一直往左邊空 往這邊撤離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待會城堡可以考慮直接插這個高地 直接控住這裡的安全木區 會比較重要一點 右邊這個地方 可能就要隨意發展了 畢竟他離右邊的木區有比較偏遠一點 MBL可能自己也知道吧 這個可能 他也很清楚 好那MBL這邊是決定拿奴兵去前線燒了 那家裡目前土耳其已經拿到非常多的生物 一個生物而已喔 他遠近拿到很多喔 至少兩個吧 這麼多生女居然只拿到一個 這有點意外喔 一個生物 然後其他生物還在偏向中間的位置 好但是土耳其窩槍兵已經出來了 好那左邊這個位置補下了另一棟城鎮中心 這邊也補下了一棟城堡 這時候MBL補下了二級 步兵的鎧甲 老鷹的防禦要慢慢升上去 那土耳其火槍兵喔 我之前一直以為喔 他對步兵有額外增傷 我才發現原來只有一般的火槍兵 才會有對步兵額外增傷 那我在想可能是因為土耳其火槍兵喔 本身血量太多 而且升到精銳有22攻喔 所以才讓他補正這個能力吧 不然這其實蠻奇怪的 寶兵卻對步兵沒有額外增傷 但是土耳其火槍兵喔 他是射速更快喔 而且準確度比一般的火槍兵更高 這一點當然是比較好的 比這個對步兵增傷來說是好一點的效果 好MBL在前面蓋城堡直接取消放棄 看到三台偷車 覺得沒辦法 哇 好 正面這個高地沒有補下城堡 有點維持一彎 這塊金只能棄手 好 補在右邊這塊 那不如可以補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也蠻適合的 反正也有一塊金嘛 對不對 好 但是附金比較香喔 附金有四塊黃金 但野金的話就只有三塊而已 好 那這跟城堡也不錯 但是蓋的位置有點怪怪的 蓋這個位置可能會更好 因為這有點偏低處了 好 那MBL這時候補下了帝王時代 那MBL 待會帝王時代要打什麼 比較好打喔 除了起火槍兵的話 還是強弩比較適合吧 但強弩的話會遇到大落馬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裡就蠻考驗MBL的控兵 唉唷 這邊火槍兵直接撞到奴兵 奴兵直接被射爆 大量火槍兵直接倒地 這就是為什麼火槍兵打不太以奴兵 雖然剛剛也是火槍兵沒有在射的關係喔 但是奴兵射速實在是太快了 好 MBL 待會應該要趕快補下一個 大雪喔 去補一下彈道雪 那個彈道雪還沒有補 而且還有補化雪 好 打落馬過來 擋一下弓兵的去弱 稍微阻擋了一下 看這邊已經被抓包了 唉唷 結果MBL左邊這裡抓到非常多村民 1 2 3 4 5 6 哇 這邊抓到6村喔 MBL這一波老鷹打得很漂亮 目前村民術是由MBL領先 105村對上95村喔 村民術來說還是稍微有一些優勢在的 但是軍事來說他後期不太好打印加這個文明 不是印加 這個土耳其這個文明 南美洲文明都很怕火器文明 像什麼西班牙人阿 或是波西米亞這類的喔 都會比較難受一點 這也蠻符合史實的 這個部分 好 工兵過來 現在要來控一下 土耳其的農田 但這邊防守來說還是蠻快速的 已經把農田部分這裡的村民都已經收起來了 好 這邊來說 MBL還在繼續努力防守 4台投石車繼續壓過來 雖然有升級防禦箭塔 但是還是不抵投石車的入侵 好 這裡不下更多箭塔防守 好 這時候MBL補了一個大學 按下了彈道學了 但是肉量非常吃緊 吃到地龍時代有很多科技 都是需要用到肉的 好 但是有地龍時代優勢的MBL 產了兩台巨型投石機 但是並沒有要正面攻擊 正面的城堡 反正是往下開始走 唉唷 這邊看到 剛好蓋城堡的 Balance 這邊巨頭如果一丟下去 會不會直接損失650呢 唉唷 即時取消 反應速度相當快 跟我昨天直播的時候一樣 馬上Delete城堡 忽然就要被巨頭給丟爆了 太可怕了 這個反應好快 好 那MBL這邊撐個空檔 撐了一個聖物 聖物開始慢慢把自己往回班 三個聖物還蠻多的 那Balance這邊是轉出了 守吹車還有二級馬凱 火槍兵遇到工兵有點難受 但是還好這邊是高打低 前面稍微抖動一下 吸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照用後方的火槍兵去解決掉剩下的奴兵 奴兵剩下兩個隻 MBL 投石車 砸一發 預判 哇 砸掉非常多的數量 至少砸掉了三隻喔 至少一半了 MBL這邊轉出了英勇士 英勇士補下 再補下工兵鎧甲 基本上工房都要全身滿 左邊這頭奴兵 還是沒有打到更多的破口 但是托爾切人也不急喔 急著解左邊這一坨工兵 反正是很在意右邊這裡的攻勢 MBL這邊已經準備架起了三台巨型投石機 但是三台投石車也準備過來 砸一發找到槍隊長身上 好 這邊均勻投石機再次架了起來 但是你要確定耶 要不要先砸投石車 架起來是要砸什麼 也沒砸城堡 哇 後面大量老鷹直接倒光 尷尬了 MBL 這裡努力在控奴兵 奴兵要堵掉投石車的傷害 哇 全部換掉 好 強奴兵第一時間 換掉了所有的投石車 好 這一波打得確實漂亮 好 城堡 這時候看到才開始架了起來 開始攻城 反正正面的部分 已經被大洛瑪騷擾進來 這裡正面還有火炮 已經在拆除正面的防禦箭塔 好 這一波小洪進去 但是巴拉斯這邊 圍石牆的速度非常快速 三台巨型投石機 應該可以拿下這棟城堡 左邊這邊強奴 繼續騷擾旁邊的金礦區 還有上面這塊附金 到處用強奴去控圖 MBL雖然有控制左半邊 但自己的人口也來到200人口 村民是142村 打這150村戰術 這時候補下了之巫盾 那之巫盾應該是要給老鷹用的 老鷹有了之巫盾之後 遠防可以高達10 哇 是10點沒錯 我一直計成8點 OK 4加6 遠防死的老鷹 這邊大洛瑪想要來直接硬解 投石車 但有兩隻村民過來修理 這邊的單位能解掉大洛瑪嗎 好 強奴就去逼近土耳其人 但土耳其人也沒有想要回救的意思 我們就換家吧 互相傷害 這時候土耳其人補下了彈道靴 這時候土耳其人補下了彈道靴 把左邊解掉之後 終於可以安心出來的挖金礦 波爾其人利用自己的火炮 滿滿推進 硬家的陣地 但是硬家人現在繼續往左側 這邊大量墓區開始挖掘 但是MBL 有點危險了 左邊大洛瑪已經過來 這裡爆出更多的老鷹 老鷹這邊已經升級完畢 3攻3防 15盾 該點多點了 看要不要直接衝過來包抄這一坨火槍 還有火炮 好 正面的部分 老鷹繼續補入到前線 強奴可能扛不太住大洛瑪 大洛瑪這邊已經升級好 遠防7 非常坦 強奴射下只有3滴血 這邊要靠老鷹來擋 但是有更多的洛瑪過來了 好 家裡補一個移動城堡 正面老鷹開始衝鋒 追逐火炮 火槍兵也在被追 這波包抄其實包得還不錯 爆掉了3台火炮非常的賺 這個怎麼辦追村民啊 好 老鷹再次上前 但是火槍射得很痛 哇 被射光了 好 當然至少解掉火炮的威脅 稍微可以喘口氣了 稍微可以喘口氣了 這時候巴拉斯點下了二級射 他火炮數還沒有點這樣子 火炮數蠻貴的 好 巴拉斯趁個空檔 補下村民樹 村民樹稍微被削減了一點 MBL這波攻勢 還是有傷到一點點經濟 但攻勢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是個問題 好 這時候強圖中 補下了化學 攻擊力來到6加4 哇 結果左邊這邊大洛瑪 塗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MBL這裡沒有發現嗎 哇 左邊這裡又有洛瑪再次過來 這裡多線打得非常漂亮 MBL現在分成兩邊營地 開始在農自己資源 但左邊這裡被騷擾得非常嚴重 村民損失的非常多 本來140幾村 醬汁只剩下104村 甚至低於土耳其人這邊的村民樹 這時候MBL終於點下了這毛病的升級 雖然完全斷經了MBL 正中城堡喔 感覺快要被拖欠了拿下來 但是後方已經有單位過來拯救 哇 這火炮回頭打一發 倒了兩台 兩隻... 奴兵 好 變別了 現在沒有金的狀況要怎麼... 搞定呢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唉唷 現在賣食物這麼直強 賣食物還有70塊錢 可能剛剛... 土耳其人喔 這邊有剛剛去買肉 產肉馬出來 因為他黃金確實太多了 確實可以買一點肉出來用 好 結果這邊這塊附金 被土耳其人挖走 MBL現在會有點難反制回去了 好 這邊三台火炮直接開閘 破槍兵直接瘋狂往前推進 村民沒有安全地方可以逃跑 更多大肉馬想要過來攔截 MBL左邊的村民可能要被抓掉了 趕快來派遣軍隊防守一下 這邊的侵襲會比較好 但MBL沒有第一時間把所有軍隊往左拉 還是在防範著 脫線的正面部隊喔 好 村民直接往右側 左邊完全不安全 老兵終於上前去救一下 但這時候村民數已經降到 只剩下76村 村民數非常低 好 戰毛兵開始往前解 拖起我槍兵 他用刀打擾我嘛 戰毛兵是解不掉的 MBL現在想法 有可能是要轉出槍兵 對 開始在剩槍兵了 轉出槍兵配上戰毛兵的垃圾打法 確實也是蠻適合硬家的 這是我們開頭講到的消耗戰 這裡有一隻老鷹還是繼續追 哇 後面找到了野精 太舒服啦 Balance 還有這麼多黃金可以用 MBL這邊視角相當絕望 反正是土耳其人 這裡也是沒有很急 慢慢轉出了精銳土耳其火槍兵 攻擊力升上去之後變22攻 血量也增加到了50滴血 OK 少量強隊長過來解一下 大洛瑪 大洛瑪真的好煩 好 現在土耳其人點下了火炮塔 開始要來控圖了嗎 哇 還要點一下金冠技術 炮兵 我們俗稱的火炮術 來了 這樣火炮就會變成14攻的射程 所以這個效果連火炮塔也可以用得到 但是土耳其人現在的石頭並不夠多 所以產這個火炮塔 可能也只能按個一兩根吧 不然就是要用買的方式了 直接買上石頭 OK 這邊強兵過來救一下 OK 終於解掉這一切的肉 這邊想要蓋火炮塔就被強奴抓到 好 火炮術一毫 這邊超遠射程的火炮 直接開拆 好 火炮塔一直建立起來 買了非常多的石頭 哇 這邊修道院的送物可能會被打噴 哇靠 這個火炮數量有點多 六火炮 這邊大洛瑪上前 想要拆巨頭 導演也是這邊應戰 解決掉了大量的洛瑪 但是MBL這時候直接投降 連狙擊都沒有打 還是忘記了 哇靠著火炮 一過來射程非常遠 來看一下這個射程 8加5 13射程 直接可以打到右邊的城鎮中心 哇這個非常狠 這邊雖然有這麼多的老鷹 但是如果巨型頭司機被拆掉的話 就無力可以再繼續攻城 沒有攻城的機會 就代表只是慢性死亡 所以MBL這邊直接選擇打出了聚局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MBL拿下木頭的少量勝利 真的是超級少量 贏了一片田 食物的部分是輸了大概5千了 背景MBL的城鎮中心已經被都更掉了 原本的市中心早就已經不見了 黃金色的兩邊是差不多的 那石頭部分也是 那蠻意外的 這場比賽居然是由MBL輸掉了 因為MBL選的文明是印加 印加在阿拉伯來說是S級的文明 但是遇到火系文明來說的話 還是有點難打的感覺 這還是文明被剋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火炮術也是相當亮眼 這個火炮術射程非常遠 一直慢慢進攻 然後繼續足起更多的火炮塔 來防守 還有這個大落 也是相當好用 坦度十足的大落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